海湾战争为什么打醒了全世界 这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规模战争 海湾战争打响之前 萨兰姆说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地面部队 但是到了1990年 美军大部分的武器装备 近二战后几十年的发展 已经远远领先了全世界 海湾战争期间 美军展现出台的隐身战斗机 电子战机 武装直升机 战略轰炸机 巡航导弹和精确制装大战等等新式装备 让全世界目瞪口呆 这期我们不讲战役过程 就讲一讲美军全新的空中作战模式 先来了解一下伊拉克为何要入侵科威特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 萨兰姆通过8年的两翼战争 自认为已经练进了一只百万级别的凶悍大军 配有大量的舒适装备 其中包括5800多辆坦克 大量的火炮 700多架作战飞机 约800枚包括飞毛腿在内的地对地导弹 萨兰姆认为自己的防御攻势 劳不可破 他建立起了一整套一体化战略防空系统 当时以萨勒姆的实力 伊拉克号称第四大军事强国 萨勒姆本能崇尚武力 刚上台时他就宣称 用50年的时间统一整个阿拉伯世界 结果两亿战争打完 他欠下700亿美元外债 当时整个中东地区 石油产量占全球的60% 而小小的科威特 两万匹半公里不到 沙子上面全是黑色的金子 石油 石油运长量达2000亿桶 当时是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石油输出国 除此之外 科威特黄军储培达800亿美元 比萨兰姆的外债还多100亿美元 而科威特兵力只有两万不到 这就叫怀弊骑罪了 野心勃勃的沙特姆 看着身边这么大块肥肉 怎能不动心呢 于是1991年8月2日 沙特姆派兵 10个小时就把科威特首都给占了 抢劫所有的银行和值钱的东西 罪行累累 当得知欧美国家来插手之后 沙特姆在科威特抓了约1万多西方国家的人 其中美国人有3000多名作为人质 并持续向科威特征兵至50多万 美国这边为何要不远万里跑去打伊拉克呢 其中主要的原因也是石油 当时伊拉克和科威特 勘察出的石油储备量占全球20% 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后 还有入侵沙特的迹象 如果沙特也归于萨兰姆 欧美就麻烦了 因为当时西欧进口的石油 35%来自于海湾地区 美国进口的石油20%来自于这里 萨兰姆想要卡住西欧和美国的能源命脉 这是欧美国家完全不可能接受的 况且美国的总统布什 以前就是做石油买卖的 深知这个厉害关系 当时苏联在中东地区已经战略收缩 所以美国打伊拉克没有什么顾虑 反正绝不能让萨兰姆控制海湾地区的石油 一开始美国还认为 萨兰姆不可能真的会入侵科威特 结果萨兰姆都干完了 美军区还远在千里之外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 全面制裁伊拉克 多国部队封锁了波斯湾地中海红海等水域 对伊拉克实施空中禁运 土耳其和沙特随即关闭了伊拉克旌旗国土的石油管道 而伊拉克90%的原油 都是从这两条管道输出的 在80年代美军为了对付伊朗和苏联 制定了一个绝密的应急计划 这个绝密计划核心目标是 一旦全球任何地区出现危机 美军将用100天左右的时间 在目标地集结起一支约10万人规模的部队 这个计划详细到了有哪些人指挥 哪些战斗部队 哪些飞机 哪些航母编队 哪些后勤保战 及物质弹药等等 萨兰姆占领科威特后 这个计划的目标对象 自然就换成萨达姆了 美军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之上 扩充了一个代号90-1002 取名为防御阿拉伯半岛的作战计划 100天内将集中起一支25万人的部队 后来实际增加到43万人 加上其他国家的病例 总计组建了一支76万人的多国部队 去对付萨达姆 美军首批F-15C战斗机 从弗吉尼亚的朗利空军基地起飞 伴随的还有E-3B预警机 经过14小时不均能的飞行抵达沙特 抵达后 一机已已从欧洲调来的RC-135侦察机 开始沿着12E边境 执行空中巡逻任务 侦察敌情 RC-135侦察机 可以把300多公里内的电子信号 如哪里有雷达、导弹、飞机、指挥中心等等 侦察的一清二楚 E-3B空中预警机 是空军作战指挥带导 探测距离超450公里 能同时处理数百个目标信息 F-15C号称当时地表最强战斗机 最大的载战量超10吨 也就是RC-135负责收集情报 E-3B空中预警机负责指挥 F-15C负责护航 在朝一抵达伊拉克上空的 数颗军事侦察卫星的配合下 经过长时间的侦察 查明了伊拉克的一体化 战略防空体系如下 有部分的标注位置和数量 由于资料不全 可能会有偏差 萨兰姆的四颗防空指挥中心 一个在巴格达的空军指挥总部 防空捷机指挥中心 第二个在南部的巴斯拉防空指挥中心 第三个在北部泰勒阿菲尔的防空指挥中心 第四个是在西部的H3防空作战指挥中心 这些防空指挥中心 分别连接大量情报系统和拦截系统 最终所有的信息 都连接到巴格达的空军指挥中心 防空捷机指挥中心 简单阐述一下 防空系统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 1.情报预警系统 由地面警戒雷达 空中预警等电子情报传递设备组成 实时识别和跟踪来袭的空中目标 不管飞来的是飞机还是导弹 将这些信息实时传递到指挥控制系统 2.指挥控制系统 由各级指挥所和其控制的引导制导雷达 电子计算通信设施组成 集中处理空中情报后 制定方案、指挥和引导拦截武器系统进行作战 3.拦截武器系统 主要由地空导弹、高射炮、尖击机和电子对抗装备等等组成 根据指挥控制系统提供的作战方案及跟踪数据 对来袭的飞行目标进行有效的拦截 也就是这三个组成部分缺一不可 经过5个多月的沙漠盾牌部署行动 多个部队沿波斯湾、沙特、印度洋、鸿海、以色列、地中海及土耳其 基本形成的对伊拉克的战略包围 地面部队主要集中在沙特 1700多架作战飞机 主要部署在沙特、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土耳其等位置 包括6艘航母在内总计有200多艘军舰 其中100多艘部署在波斯湾 60多艘在阿曼湾和阿拉伯海 其余的在红海和地中海 萨德姆这边 看到多个部队的地面部队主要集中在沙特 海军主要集中在波斯湾后 认为多个部队会在伊拉克东南部的沿海登陆作战 于是在这里倾泄了大量的石油 舰船根本靠近不了 陆地方面 萨德姆认为地面部队会从沙特和科威特的边境进攻 于是从南边的海岸线到科莎边境 建立了一条265公里长 8公里宽的多层次资质型防御 俗称萨达姆防线 为什么他不担心西部和西北部还有伊朗方向呢? 因为西部西北部是几百公里跨队的荒凉地带和沙漠 而伊朗和美国及西方国家是死对头 他不参战也不可能让多国部队从这里进攻 萨德姆的策略是凭借一体化战略防空体系 16000枚地对空导弹和7000座防空炮 多国部队的飞机来多少就给你打掉多少 南部海岸这里你无法登陆作战 主要的地面进攻方向我有50多万便利 拥有重兵把手的萨达姆防线 来吧 谁怕谁呢? 在美军眼里 萨达姆怎么不防都不重要 因为时代变了 这次的战争规则也变了 多国部队制定了一个沙漠风暴作战计划 这是一项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 分四个计划组成 下面主要来讲其中的空中作战计划 空中作战计划的目标是以下三个 第一步把萨达姆军打龙打虾 那么就必须摧毁萨达姆的一体化战略防空系统 把一整块切成小块 核心目标是中高级防空指挥中心 雷达站以及把防空系统连接起来的 防空控制指挥通讯系统 第二步把萨达姆军打成哑巴 目标其精队的指挥和控制系统 和政府的关键机构还有电信网络设备等等 让最高决策层无法做决策 第三步把萨达姆军打残打瘫痪 目标是空军部队及机场基础设施 这三个步骤中 地面部队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第一步和第二步相差一个小时左右 几乎是同时进行 多个部队在进攻前 还展示了他们的战术欺骗手段 空军陆军海军 每天都在伊拉克周边训练 每周搞一次大规模集结 刚开始萨达姆军面对每周一次的 大规模集结训练还采取相应的防备措施 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了 也就是狼来了喊多了就没有人心了 梅军这种欺骗手段就是要做好 开战的突人心 让对手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出击 好 兵力 武器 情报 冶炼都已经做出了准备 1991年1月15日最后的期限 萨达姆仍然不撤出科威特 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后 多国部队准备进攻了 在进攻的前一天 电子战开始了 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各个电台 萨达姆军防空警戒雷达系统等等 实施了全面的电子干扰 请客间 萨达姆的雷达上 就无法有效的监控多国部队的动向了 1991年1月17日凌晨 进攻开始 改变战争规则的武器 悉数登场 低控武器 美第37战术战斗机联队 数十架雷达侦探不到的F117隐形战斗机 从萨特·凯米特·莫哈特空军基地起飞 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奔袭一千多公里 向伊拉克飞去 首先前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上空的 素材F117投资精确制导炸弹 直接命中伊拉克空军指挥总部 指挥大楼 防空捷机指挥中心 通讯大楼 以下就把萨特姆军的防空系统的指挥脑袋给摘了 另外 数架F117隐形战斗机 分别投下精确制导炸弹 击中了南部巴斯拉的防空捷机指挥中心 和西部的一个H3防空作战中心 萨特姆营营为好的一体化防空系统 直接被切割成的小块 紧接着数架F117对巴格达多个防空系统 控制指挥通讯系统 配电站 化线武器设施 和政府领导机构进行攻击 剩下的F117相继摧毁另外一些高级目标 在被轰炸的时候 萨特姆军根本不知道敌人是从哪里攻击了他们 因为他们的雷达上任何反应都没有 几乎同时 第二款武器登场 凌晨2点39分 9架装备第一火导弹和九头蛇火箭的阿巴奇武装直升机 俗称诺曼迪特权队 在三架空军MH-53J特种作战直升机的引导下 避开雷达超低空飞行 MH-53J特种作战直升机 机上装备了地形跟踪回避雷达 先进的传感器和GPS导航系统 在夜间或恶劣的天气情况下 使用机上任务地图显示系统 在黑夜中就像白天一样飞行 紧随其后的阿巴奇武装直升机 在敌军不具备制空权的情况下 就是地面坦克装甲部队的克星 阿巴奇装满16枚地狱火导弹 理论上一架阿巴奇可以摧毁16辆坦克 抵达目标后 很快摧毁了伊拉克边境上的 两座狱军雷达站 在伊拉克的防空网上 释开了一个口子 为后续进攻的战斗机 创造了条件 随即第三款武器登场 在鸿海的圣哈西洛号导弹巡洋舰 和位于波斯湾的邦克3号导弹巡洋舰 发射的战斧巡派导弹 飞行了3000公里后 袭击了巴格达 及附近隐秘身份目标和重要的指挥机构 同时 第四款武器登场 从美国本土起伏的B-5R战流轰炸机 在经过11小时的航行后 也于凌晨3点到达伊拉克防区外 发射了35枚常规循环导弹 袭击了伊拉克军用通信站 发电厂和输电设备 随后第五款武器登场 EF-111 EC-130等电子战机 在阿巴奇撕开的防空系统口制处飞去 释放强烈的电子干扰 此伊军雷达无法监测来袭的飞机 从鸿海河波斯湾 以及波斯湾周围基地起飞的F-44 F-15 F-16 F-18 F-111等战斗机 紧随电子战机后面 这些战机统归E3B空中预警机指挥 其中F-18 F-111携带的哈姆反辐射导弹 要算第六款武器 只要伊军地面雷达一开机 这款导弹就可以锁定雷达的电池频谱 向它飞奔而去 直接摧毁 这导致伊军大量雷达不敢开机 没有雷达的引导 防空导弹基本就是摆设 有E3B空中预警机坐镇空中指挥 萨达姆军的飞机只要一起飞 就被锁定 被锁定就意味着被摧毁 多国部队的战斗机群 需对巴格达附近 及伊拉克东南部和西部严密射放的机场 防空系统及飞毛腿导弹阵地进行打击 科威特境内的雷达战 机场、桥梁、空岛发射场等等 也在打击范围之内 在这种全新的空中作战模式下 萨达姆军根本做不出有效的应对 只有极少部份的飞机和地空导弹 防空高速炮进行反击 当无济于事 打击持续到黎明 空袭规模进一步扩大 一些适用于白天作战的飞机加入 第二波攻击开始 除集中力量打击伊拉克全境的战略目标外 开始对第二、第三阶段的目标进行打击 持续到14日傍晚 萨达姆的指挥控制系统 号称固若集团的一体化战略防空体系 以及主要的领导指挥设施 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样的战略空袭 持续了14天之后 萨达姆军已全面陷入混乱状态 整个沙漠风暴的空袭 持续了38天 让萨达姆军的前线部队战斗力 下降了近50% 后方部队战斗力下降了25% 确保了多国部队地面部队行动的顺利进行 萨达姆原以为凭借一体化战略防空系统 空防固落惊叹 但没想到F117隐形战斗机 以F111、EC130等电子战机 哈姆反辐射导战的出现 直接改变了战争规则 就算萨达姆拥有5800辆坦克的地面优势 在绝对制空权势下 萨达姆军的地面坦克部队 将全部变成火把子 在整个海湾战争中 所展现出来的新型武器震惊了全世界 5F117隐形战斗机 看起来非常的科幻 当时的雷达根本就发现不了它 在伊拉克上空可以随便飞 携带着精确制导炸战 精度按米算 据美军自己统计 在这场战争期间 每架F117所造成的攻击效果 相当于二战士机 B17重型轰炸机 飞行4500加持的成果 另外 首次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 海基型由巡洋舰发射 空射型由B5R占领轰炸机投防 在距离目标2000公里之外 投下之后 B5R掉头回家 这款导弹可以在15米的高度 超低空飞行2000多公里 靠近目标 突防能力非常强悍 命中精度非常高 还有B5R本身在不加油的情况下 航程就能够达到16000公里 看这个视频里面 会真正的理解 什么是地场是轰炸了 还有先进的E3B空中预警机 它就是空军作战指挥大脑 探测距离超450公里 能同时处理400个目标信息 然后把这些目标信息 分发到各个战斗连队 加上战斗机装备的先进空空导弹 萨德姆军升空迎战的飞机 近50%被击落 萨德姆军本身的实力并不弱 其失败完全是因为出现了全新的作战模式 战争规则改变了 从海湾战争开始 真正开启了现代化战争的模式 推动了全球的军事变革 预警